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演艺圈里的很多演员都以出演更多戏赚到更多钱为最终目的 不过还有一些会抱着随缘的心态 那些人或是自己有了副业或是家中以及有了诺大产业 而出生于1976年9月22日的演员李正颖便是属于后者 如今已经45岁的他当年以本土剧一南望出道 今年呈现半退影状态专注于家中的建筑事业 平均每年只接一部戏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前不久他刚以大爱台阿良的《鬼白人生》入围亚洲电视界最佳男主角 但开心归开心 朝年念经下来得失心已不如从前 反而有一种老孙入定的口吻说 人生无常很多事看得很开了 对于阿良的《鬼白人生》今年来不及提报金钟奖 他说听说是因为精彩的部分刚好在颁奖以后播出 所以错过了 说到至今第一次入围而且是国际奖项 他承认当然高兴 也说大爱把这么重要的角色交给他 他更多的开心是因为一群努力工作的幕后人员受到肯定 远比他心里握到奖杯更要开心 值得一提的是 黎正颖在这部戏中的突破极大 而且刚拿到剧本时 他就超爱这角色 还坦言 当演员的心里都有很多的个性等着被挖掘 自己演这角色狂抓时就很亢奋 写得太好玩了 而且这对社会教育太有意义 演得再疯狂也可以 有场戏他的引发作除了面目猙獰之外 一发现床底填满符咒 抓狂下撕掉符咒并且吞下去 画面极为震撼 可惜播音时剪掉了 对此他难以遗憾的说 导演说是电视台有所考量 所以只能默默接受 现在的李正颖每天都会念经 但跟他近大爱台无关 而是受到父亲影响 父子甚至都钻眼繁文经咒 他说每种经文其实都传达一个道理 就是无常 很多事能看开就放得下 多年来他的想法也逐渐变得简单 说虽然演艺圈这么好玩 但一直觉得自己是格格不入的 现在过的是自己一直想过的生活 要说他孤僻也好 说退休也好 但对于名利 他真的越来越不在乎 也乐得清闲 在信息中担任男主角的李正颖 这次饰演一位因沾染违禁品 而多次进出监狱的犯人 直到后来发生严重车祸 才决定摆脱违禁品 这次为了出演犯人提了光头 谈起最累的部分 他说就是要呈现上瘾发作和阶段反应 不但为喜做足功课 还特别从网站上找到影片做参考 也问了朋友 观察发作起来的样子 当然也在这段过程瘦了8公斤 他说瘾发作的时候 像是在摧毁自己身体的状况 全身都要用力 因此每次拍完都会全身冒汗 直接泪倒在地 这次在对戏过程 一座灯架还无缘无故倒在他身上 而其中三脚架的旋钮 更直接砸到他的后脑勺 剧组赶紧将他送去急诊 生怕他会因此脑震荡 索性最后检查完并无答案 他这次拍戏受尽折磨 除了被灯具砸到头 某次到南部的向日葵田 还一进戏码时 因为被大太阳晒了两天 导致最后严重晒伤 皮肤一度出现水泡 好在女主角华清涵亲戚住在附近 便赶紧要了炉莓救济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还有次在台风天拍摄出海戏 因为风浪很大 摄像机同样砸到他的后脑上 之后检查没有脑震荡 第二天就继续拍摄 他无奈地说 只要呼吸功能还是正常的 就要坚持拍下去 过了两年才发现 脊椎硬骨被撞扁 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根治 至于先前腰伤复发 也是拍戏留下的后果 他觉得拍八点档意外多 但主要的问题是在过劳 毕竟疲劳是累积的 长期处在如此状态 他连站都站不稳 得靠意志力支撑 直到导演汉庭才能解脱 甚至有次在寒流来时 拍摄在喜锤中的戏 结束后自己开车回家 却突然失去意识 新来时才发现开载对象车道 2006年的时候 还旧伤复发 又长达半年时间卧床 加上其重机受伤 旧伤刑伤不断 常常睡到痛醒 当时他还绝望到开始萌生不想活的想法 觉得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 他曾认为这辈子都无法正常行走 浅回一命后才赫然醒悟 惊觉应该要回归正常生活 要好好为了健康着想 也因为经历过血汗般的摧残 过去很会认得他 决定把身体败在第一顺位 认为演员和电视台的高层 各自有立场 只能说大环境不好 所以婉拒了拿生命开玩笑的很多档戏 后来李正义复出拍摄 华视的春风爱河边 总经理再三向他保证 不会压榨演员 他才愿意再次嘲试 之后又与女星苏彦沛 共同演出《成歌忏悔录》 在受访时也分享了自己的情况 曾近几年来 为了陪伴年长的父母 卖掉了未在西纸三十平房子后 便摆回已满老家 虽然在这期间推掉了一些喜约 但能换来和父母四处游山玩水 对他来说比什么都还值得 另外他也透露 自己一个月的开销在两万五千以内 即使收入减少不少 却也过得相当淳朴踏实 这样的宁静日子对他来说 反而算是享受 自从出道以来 出众的身高和俊俏的外貌 让李正颖收获不少婆妈粉丝 不过谈到他的感情生活 至今却仍是单身 还坦言不愿再耽误女方了 据媒体报道 当年他人气大壮时 曾和同为演员的韩玉相联交往 甚至在公开唱和成双成对 郎才女貌的组合 备手外界看好 却在第四年时传出刘志涵介入 和他的女友假戏争作 最终两人和平分手 当时为了证明与刘志涵没有暧昧 韩玉还与刘志涵的老婆林子轩 召开记者会澄清 因曾有媒体报道说 韩玉与林子轩在民事凤凰时就不和 所以韩玉才上演女性的复仇 他在记者会上说 自己是97年3月离开民事 林子轩则是97年底才加入民事 还说跟刘志涵派设华氏 三明治先生时才认识的林子轩 至于为何要挺韩玉 林子轩解释 不是挺谁 是真的没有这回事 他甚至拿出刘志涵的身份证 与健保卡称 就算把离婚证书摆在这边 刘志涵也不敢签 甚至放言 刘志涵的一切都是他的 也说刘志涵认识他之前可能只有五分 但现在已经有六十分 随后有质问媒体 这都不满足 也说根本没有人能做到一百分 实际上刘志涵的所有收入 确实都是直接会到他的户头 信用卡也被他剪光 一天只有五百元零用钱 他说没有钱 哪个女人会爱他 这辈子他身份证上 佩永兰不会换人 刘太太也只有自己一位 谈到李正颖 韩玉则说 以前曾想过嫁给他 但就这种状况而言 已经是没有任何希望了 不想强迫他 提到李正颖对他的好 韩玉忍不住哽咽到 他是自己碰到过最体贴 最好的男人 但即使在爱对方 却依旧要面对这些绯闻 而且演艺圈里的这种事情 根本禁不起大家 一说再说 最后他也坦诚 是自己没有好好经营这段感情 才导致分手结局 李正颖的经纪人则回应 静静看他们演戏就好 不随之起舞 才是明智的做法 最后也不无计讽地说 假如想要挽回 根本不用开记者会 他本人仅仅简讯表示 这个记者会跟自己 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且记者会的重点 不应在自己身上 也强调当时的重点 不是接不接韩玉电话的问题 而是观众都有看到 韩玉露爆刘志涵的照片 不过尽管当时闹得动静不小 但后来他们却没有恶交 也顺利从前任 蜕变为朋友 之前更再次合作 逐男往事 而且在其中饰演一对夫妻 两人重逢时 李正寅还赞美韩玉 说他一点都没变 而韩玉马上回他 说错了 是越来越漂亮才对 但他们都是不吃回头草的类型 杀青后 双方也维持过往的距离 多年前 韩玉结束和孙邪志的婚姻时 李正寅也大方祝福 他们用很理智的方式处理 希望他们都有更好的未来 而他也曾被拍到和三羊纺织千金 黄狄军一起出游探班等画面 只是彼此都没有公开承认 这段绯闻也就此不了了之 被问到尊敬的感情状况 他则表示 已经打算终身不婚 虽然也交过村外女友 却不想耽误女方终身而分开 他也很感谢爸妈没给压力 对于他单身的决定表示支持 替他感到开心 因为父亲年纪大了 他跟哥哥也开始接手家里的建筑事业 从找地找营造商 盖房贩卖全都一手包办 至于结婚 他笑说完全没这念头 爸妈完全没有担心延续享火的问题 还是决定享受独处时的自由自在 其实李正颖不单单是一个演员 在读大学的时候还学了导演专业 而且当年他参演过的技工 就是由本人知道的 如此看下来 相对于其他艺人而言 李正颖的生活算是无忧 不需要自己再去打拼更多 而这也是他能保持自由心态的决定性因素 只能说人生各异 只要找准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后为之付出 就一定会获得最终的幸福 哪怕历经万险 但为了生活理想 总该一往无前才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一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一记 敬请关注 我